我從埔里往親戚農場走 結果我居然碰到了一個 那個快要臨盆的婦人 我把她扛上直升機 我的天 我找到她了 我找到她了 我在921 20年的時候 我來半年 我找到她 找到她之後 我去看她 就老老遠我們看得到 很奇怪 我就指鼻疙瘩 然後她就哭了 她一直哭 一直哭 她不知道我是誰 她不太看電視 她說我知道有一個男記者 把她扛上飛機 那個小朋友就在旁邊 採訪的921是共同採訪 是分別採訪 分別 分別 對吧 分開 你們都到了新印象 仁愛相決 對 文華在哪裡 我不曉得 我從埔里往親戚農場走 結果我居然碰到了一個 那個快要臨盆的婦人 我把她扛上直升機 我的天 後來921每一個五年 十年 十五年 二十年 我都在想這個女人 後來生男生 生女生 小朋友 我每年都在算她幾歲 你可以在你做節目的時候 直接跟她喊話 我找到她了 我找到她了 我在 921 20年的時候 後來半年我找到她 在哪裡 在物社 如果她是之前 你怎麼找得到 我透過記者的網絡 透過或是民宿老闆 給我們Pass 說你們去物社問看看 分住所 分住所再給我們菜市場 我就拿我 我錄影她 把她扛上那個 直升機的那一段影片 還有影片 921的影片 我找到她了 找到她之後 我去看她 結果老老遠我們看得到 很奇怪 我就起雞皮疙瘩 然後她就哭了 她一直哭一直哭 我問她我是誰 你知不知道 我想說男神 你應該認得出來 我也起雞皮疙瘩了 她不知道我是誰 她不太看電視 她說我知道有一個 男記者把她扛上飛機 她說是你喔 然後你知道不認識 就這樣 那個小朋友就在旁邊 已經是海巡的軍官了 她兒子在旁邊 已經是海巡的軍官了 好棒 好棒 她後來我給她看影片 她含著眼淚 她說我不知道 我媽媽是這樣把我伸下來 好感動 好感動 九二一 終於這樣找到生父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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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開玩笑 聽起來很像耶 對 這個故事 對 突然傳回家話 他就歪掉了 小心 不好意思 來 請出題 根據消防署跟網的資訊 哪一個關於地震來時的防塞 知識是中學的 A 視線保持在上方易落霧 B 在床上可以躲到床底下 C 在廁所可以不用離開 B 對 好 我們的答案是B B 鎖定 視線保持在上方易落霧 看著她 不對啊 你要找出去的路吧 在床上直接躲到床底下 第三個是廁所可以不用離開 為什麼不是C 其實我覺得是C 為什麼不是C 我們兩個把地震跟火災搞混 我覺得我們兩個把地震跟火災 為什麼在測試不用離開 因為這個很重要 對 對 地震跟火災的躲法不一樣 我覺得我們可能搞混了 真的嗎 但B很OK啊 對啊 B應該沒有錯吧 床底下 不是 我覺得我們應該找到 柱子旁邊 不是床底下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C C的柱子密度比較高 請揭曉 很厲害 追註答案是C 在廁所可以不用離開 好 這是一些 就是非常重要的防災知識 首先要告訴大家 千萬不要把你的眼睛 往上去看一些陰落物 因為這個時候 如果它掉下來的話 會直接砸中你的眼睛 那你可能會更難逃脫 所以比較好的做法 應該是要盡量 掩護住自己的頭部 然後不要讓那個東西掉下來 會砸到你的臉 所以其實在地震發生的時候 三個步驟 第一個就是趴下 掩護 穩住 而如果在床上的話 比較好的做法 也覺得不要躲到床底下 如果你真的要離開床上的話 應該是躲在床側 就是現在也很多的說法 都是說不要躲在桌子底下 或床底下 因為它倒塌下來會壓到你 你應該是在它的側邊 那東西從高處掉落的時候 也會先掉到那個東西上 而不會直接砸到你 所以你可以拿一個枕頭 蓋在自己的頭部上 然後用這樣的方式來等待 而如果在廁所 因為廁所已經很狹小了 所以這個時候拿一些臉盆 互助自己的頭部 就不用特別跑出去 九日網層調查了上班族 天災上工的感想 請問多數人遇到有感地震時 最難忘的回憶是什麼 A 剛好在高樓層辦公 B 剛好在上廁所 我的答案是B 順利 No comment 這個基本上 只有上廁所才會有印象 你坐在那邊辦公怎麼有印象 對啊 高樓層會晃啊 頂多搖而已嘛 你有在二 三十樓被晃過沒有 我有在二十六樓被晃過 不可怕嗎 是滿搖的 而且我那一次遇到了 剛好還九二一 他上下跳 那個倒數 但是如果同樣的情景 在廁所的時候 那靜音當然更深刻 我那晃到對不準 嚇不嚇 有晃 請介紹 好 就是網做了一個調查 天災上工 大家印象最深刻的第一名 就是剛好在高樓層辦公 而且有將近六層左右 第二名反而大家出乎意料 是你剛好在這個時候正在用餐 到底該繼續吃 還是趕快跑呢 而第三名呢 是剛好你在貨架的旁邊 很擔心它們的東西會掉下來 第四才是我們剛剛所說到的 自己正在上廁所 都會容易讓你覺得印象深刻 第一學期刊 人類生殖 曾經研究地震 對於精子活動力的影響 請問哪一種災情 對於男性精子的影響是最大的 A 鎮後斷水斷電 B 鎮後駐家全毀 我的答案是B 主令 駐家全毀 對精子影響最大 因為我覺得駐家全毀 這個是全面性的毀滅 所以它 它會很受挫 對人產生的衝擊比較大 對 所以也會影響到它的心理 OK 它就不會想要 斷水斷電就等它 覆水覆電就好了 對啊 還有家呢 斷水斷電還有家在呢 對 搞個蠟燭弄個手鍊筒的不就 那更有情調 不是 更有情調 也是一種情調 也是一種情調 來 揭曉 是不是答案 是不是啊 是不是 有 好 這個根據日本的研究 當這個地震大地震發生的時候 一旦有很大的災情 是對於這個男性的心理當中 會產生極大的陰影 所以也會讓它的 精子活動力大為下降 所以一旦發生了六級以上的 大地震導致房屋倒塌的時候 其實它的精蟲活動力 甚至會要經過 二到九個月之後 才會慢慢地恢復 有些人在地震後 人會感覺到暈眩 這個時候怎麼做 可以緩解改善症狀 A 眼睛盯著定點看 B 身體輕晃找回平衡 我的答案是 B 身體輕晃找回平衡 身體晃就能夠找回平衡 是這個感覺 晃一晃找回平衡 我的感覺是因為 這個東西 因為你已經跟隨著它 在那邊搖動了 那你搖動了 其實地已經不動了 那你再自己再去搖晃一下 就是可以讓你自己的耳朵知道說 我現在其實是正在移動的 那當你停下來的時候 你就已經 OK 快 不動了 地也不晃了 我故意晃 讓我慢慢讓我慢慢意識到 這是我自己在 就有點像這樣 甩一甩頭 在找回平衡的感覺 妳剛剛幹嘛 我只記得 我只記得地震那一天 我好像有點喝多了 覺得是我喝醉了嗎 試這個方法比較有效嗎 揭曉 好 當這件結束之後呢 你還是會覺得 有點頭暈目眩 覺得這個還在晃動呢 一來也有可能是因為 你有耳屎脫落症 把他平衡感就不是那麼好 或者是有一些朋友呢 他天生的平衡的能力 就不是這麼好 潛艇功能的問題比較多 所以因此讓他 還會一直覺得 有這種漁波在盪漾的感覺 所以醫生也建議大家 在這個時候呢 你反而呢 應該要先靜止不動 兩 三分鐘 慢慢地在同一個姿勢 坐下來 盯著一個定點看 去找回你的那種平衡感 我上禮拜六正央的時候 我剛好最在慈喪 所以經歷人生的地震之後 我覺得我應該就在正央 台東池上啊 對 那天地震的時候 剛好就在池上了 聽說在現場的感覺 是超過六級以上的 沒錯 因為很淺 它的有一個是垂直的 垂直的時候 我幾乎都要跳起來 被彈起來的感覺 另外一個它橫向的時候 你就覺得下面是一個 滑板車在搖 因為非常淺 這麼搖啊 對 好 大量不死必有後福 沒錯 今天就是要準備來拿 一些安慰獎金的 來 壓壓金 發生地震時 我們常用地牛翻身 但是在泰雅族傳說當中 認為地震是地下有熊 還是蟒蛇 請搶答 吳一偉 你 一偉 熊 Darion 你是什麼族啊 Darion 妳剛好就是泰雅族啊 對 這天的禮物都為了它耶 地下有熊喔 因為我們打樣是沒有蟒蛇這個傳說 蟒蛇比較不是我們這一族的 沒有熊的 那哪一族有蛇 台灣 台灣啊 對 魯凱啊 他們比較多 台灣族有百步蛇 對 請介紹 好 其實除了我們都會說 地牛翻身之外呢 在泰雅族的傳說當中呢 他們也會說是地下有熊 或者是說是這個海中的鹿 或者是鯉魚發生了地震 這樣的一個傳說 那當然呢 都是跟各種不一樣的動物有關係 甚至還有洪水說 就是說呢 地震是跟海嘯 或者是洪水堵塞有關係 熟睡的時候發生地震 應該要先保護頭部 還是將門打開 請就拿 宣誠 好開心喔 好 我打 把門打開 為什麼 因為地震有可能會讓門框變形 柱子會歪倒 然後到時候會門就打不開了 就變成沒有逃生的路線這樣 對 門打開 然後就把門打開 請計較 先保護頭部 好 防災專家要提醒大家 因為在台灣呢 其實也滿容易地震的 因此呢一定要特別注意喔 之前很多人可能會覺得說啊 一旦地震發生 我們要趕快去把門打開 避免門框變形 但你想喔 如果呢 它已經嚴重到門框 可能會變形 那你基本上要從床上 到過去開門的路上呢 就挺危險的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呢 就是你仍依舊是待在床上 然後呢你拿著枕頭喔 呈現櫃姿 但是你的這個頭跟頸部呢 是被枕頭給包覆住 至少有一個柔軟的東西在上面 以防有東西掉落的時候 會砸到你的頭部 演唱會就是要嗨 請問近期哪一位歌手 舉本演唱會時 粉絲過於激動 竟然造成了 2.3級的地震 A BEYONCE B泰勒絲 我的答案是B泰勒絲 你不覺得他的音樂的beat 沒有B泰勒絲強嗎 可是感覺他會帶動全場跳啊 那是亂跳啊 不一樣啊 亂跳會互相抵銷耶 會嗎 可是浪一起震的那一個 同波 放得比較遠啊 你知道的原理嗎 我不知道啊 請揭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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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真的是太high了 因為這個泰勒絲在西雅圖辦了演唱會 結果全場的歌迷跟著一起嗨翻天 大概七萬多人同時一起跳 結果居然引發了大概2.3級的 這個地震的震幅 那其實這樣的一個情況 在2011年的時候 西雅圖也曾經發生過 那個時候是美式足球海音隊 他們因為進球的時候 全場都在歡呼 所以那個時候大概也有幾秒鐘 有那種2.3級的地震的那種感覺 不過泰勒絲這一次 他是持續的時間更長 而且看得出來歌迷對他非常的死忠 所以大家還暱稱說 這個是泰勒 請問根據消防署公告的地震保命三步驟 按順序是哪三個呢 A 趴下 掩護 穩住 B 蹲下 抱頭 找掩護 C 蹲下 掩護 抱頭 我的答案是A 趴下 掩護 穩住 所謂 穩住什麼 因為我小孩學校 有那個地震的防災演習 他每天都回家跟我說 媽媽 我跟你說要趴下 掩護 穩定 他是講穩定 他沒有講抱頭 為什麼要穩定 你以為一個晃動 然後翻滾了是不是 好像是要穩定那個掩護物 比如說我躲在冰箱旁邊 我不能跟他有距離 我的冰箱下來可能會砸到我 對... 所以我在頂著冰箱 然後讓他變成我一個 變成我一個保護殼 是這個意思嗎 對 類似 我是這樣理解 因為他都一直跟我背 媽媽 趴下來 掩護穩定 趴下來 掩護穩定 對啦 BC 都會有蹲下 對耶 BC的第一個動作都是蹲下 對耶 那就A 是不是A 請揭曉 好 特別是在台灣啊 這麼長喔 地妞翻身 大家一定要知道啊 其實在地震的發生 一當下的時候 馬上要趴下 那趴下呢 不是只有趴下這個動作 還包括了你要抱頭 去保護自己的頭部 再來是找掩護物 比如說呢 像是躲在桌子的附近 那這個時候呢 通常地震的時候啊 就比較擔心會天花板崩塌 那如果崩塌的時候呢 就天遙地動了 可能你的掩護物 它也會晃動 這個時候可能就沒有辦法 做到支撐 所以第三個動作 穩住 就是你如果已經蹲 蹲在桌子底下的話 就是要去穩住那個桌腳 讓那個桌子不要跟著晃動 你才會安全 我們常常會用地牛翻身 來形容地震發生 請問這個詞 是什麼人的語言開始使用的 A 台灣原住民 B 日本人 C 荷蘭人 荷蘭人 是什麼人才... A 請主力 所以是猜的 猜的 這位氣象專家 你用猜的嗎 你真的很討人 勇敢的告訴大家 是猜的嗎 是猜的 為什麼不猜別人呢 可是我記得以前 那種什麼地理志裡面 就有寫地牛翻身 所以照理說不是 不是日本跟荷蘭 不著急 反正也是猜的 我們聽你好姐妹 怎麼說好不好 好 好 贊成台灣原住民的舉手 一個 我感覺不是 兩個 我覺得是 三個 應該是 蔡小妞為什麼不舉 我在猜有可能是日本人 因為如果原住民 是原住民的語言 它可能會直翻成 一個相對應的詞 那地牛 因為日本有漢字 所以它直接翻過來 就有可能是地牛 一模一樣的字這樣 地牛翻身 很像是個有趣的形容 但是原住民想要那麼說 地狠 所以像 新代地 地理志裡面 就有提到地震 地牛翻身 所以那時候應該跟日本 沒有關係 所以我才會先把日本刪掉 他選日本人 為什麼 說 因為日本地震很頻繁 所以日本對地震這件事 很熟悉 而且日本這跟漢 這好像有道理 我覺得日本人跟荷蘭人 反而比原住民更可能 是喔 我覺得是A跟D 漂亮喔 我們看誰被淘汰了 誰被淘汰了 請揭曉 我覺得好像是日本人 真的喔 天啊 好 好 地牛翻身這個說法 的確只有台灣有 那它一開始的原景呢 就是在宗族這個地方呢 因為在這個日治時代啊 在嘉義呢 發生過一次大地震 然後他們剛好在這個地震 裂開的地方 看到一條牛的長尾巴 因此後來就有地牛翻身的說法 在其他國家其實都不是地牛喔 像是我們看到在日本呢 他們說的是鯉魚 是一條大鯉在翻身 所以日本的雷神 他們是會拿槌子 制裁這隻鯉魚 讓牠不要再翻身 就不會地震了 而在中國大陸說的呢 是一種鯉 那個巨鯉呢 是在女蛙補天的時候 把牠的四隻腳砍斷 放在我們的地上 讓牠拖著大地 所以呢 在中國大陸 倘若是有地震的情況 牠們會認為是巨鯉在翻身 而印度則是烏龜跟大象 全新賽事 帶你一起長知識 用你的智慧 接受財富大樓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全新努力 快點來訂閱